哈囉大家好我是Sera 那我現在呢在Oak Street和六四街的這邊交界處 那為什麼會來這邊呢 就是因為今天是跟Enrich開發商合作 就是大家有看到我後面這一塊嗎 然後他們現在有一個新建案叫做Frank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要去他們的展示中心參觀一下 就是在2027會完工的就是其中移動房 然後呢順便要探索一下Marple這邊 就是這個社區有什麼好吃好玩好逛的地方 然後等一下呢我們還會去一間 就是我很喜歡的餐廳 就是最後再告訴大家 那我們就去展示中心吧 GO 現在來到了就是Frank這個開發案的展示廳門口 我們就先進去看吧 我們現在來到了Frank這個開發案的展示廳 然後你一進來呢 就可以看到這兩棟building 它的模型真的是還蠻好看 樹作跟真的一樣 然後還有它的這個陽台的那個良椅 很可愛耶 然後你還可以看到裡面它還有做一些家具在裡面 嗯看起來就很精緻的感覺 然後它的建築的外觀呢 它是黑色的那種現代感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它這個金屬的就是垂直線條 就很像珠寶盒 你就會覺得它遠遠看好像在發光 然後再來就是它兩棟這中間呢 有一個小花園 因為它為了要保護它這邊有一棵老樹 所以呢它這邊有設計了一個花園 我們再來看一下它們的有幾個戶型 我覺得都還蠻適合入住的 哈哈 那我們來看它的floor frame 它的戶型呢就是從studio到三房 嗯 那我覺得我們通常會至少需要兩房吧 那我先來看兩房的戶型 來看一下 這看起來好像不錯 等一下喔 喔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呢就有8122ft 然後它這兩個房間呢 我覺得很棒耶 它是分開的 就假設今天你在工作室開會很吵的話 你的房間在這邊就不會干擾到 如果今天你要找個室友的話 就兩個套房的概念 然後你就可以一起share這個空間 然後它的這個dining room跟這個客廳呢 也是那種開放空間 我超喜歡這種的 就是它有一些戶型 你在洗菜的時候呢 它還會有窗戶在前面嘛 心情會比較好 好就這件了 那我們現在來去看一下它們用的櫥櫃 就它們有分深色跟淺色系列的 我們先去看一下那個瓷磚 這邊是深色的系列 然後這邊是淺色的搭配 走吧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淺色系列的 我們先看到這個中島 他們剛剛有介紹說呢 它這個中島 它的櫥櫃的這些材質呢 都是德國品牌hacker 然後它非常的防水 這裡還會有這個 都有搭配好就是 你要怎麼放你的餐具啊 我覺得這超棒耶 想要整組帶回家 呵呵呵 然後它的家電也是用比較高級的牌子 像這個就是非常有名吧 就是Milli這個牌子 它的冰箱呢是鑲嵌式的在這裡面 可以拿一瓶飲料嗎 呵呵呵 這邊這邊 這水槽下面呢 它有做這個防水的這一塊在這裡面 假設今天漏水的話 然後它還有一層防水的 就不會破壞你的這個櫥櫃 對啊就是非常的貼心 然後它還有做個我覺得這個超方便 我剛剛看到這個超新動的 就是一個轉角櫃 當然這個呢就是看不同戶型 就是有不同的搭配 然後這個好像是三房的才有 怎麼那麼大 這超方便耶 因為呢它這種L型的這種角呢 有時候裡面呢就是一個 你沒有辦法伸手拿到的空間嘛 然後它就有做這種轉角櫃 這好讚喔 那這邊呢就是淺色系的 就是櫥櫃搭配 我們來去看黑色的 這邊呢就是深色系列的 我覺得深色系列超好看耶 就兩個色系 如果我今天要買房子的話 這兩個我可能會挑很久 但是這個因為好像比較少見 就是黑色深色比較少見 所以我可能會選這個 然後你可以摸看就是它的材質 這不是完全平面的喔 就是很自然的那種大自然的感覺 就很像在摸石頭 它們的有一些戶型的中導呢 都會有那個無線充電的地方 就有時候你手機可能就放在桌上 還可以順便充電 就是手機隨便擺的時候還可以充電 好就我覺得它有一些蠻貼心的設計 這是展示廳裡面的衛浴空間 剛剛他們有介紹了一個 就是這鏡子神奇的功能 我覺得應該只有髮型設計師 或是會做髮型的人 才會特別注意到 就是它的鏡子呢 可以這樣子 就你在做髮型的時候 你才看得到這邊有沒有捲 因為我有用電棒捲嘛 然後會看不太到後面 就你要拿一個鏡子往後照 但是這就很方便 然後你化妝的時候呢 也可以就是這麼近 它這後面也都會有做這個 儲藏的地方 這個很讚 然後它水槽下面呢 的櫃子有這個燈條 我覺得很好看耶 這個淋浴空間呢 我也很喜歡 這個蜂巢型的地板 我覺得這超有設計感的 每次看完房呢 就會想像住在裡面的感覺 那它的內裝設計非常的溫馨時尚 這裡的設施也很棒 除了有非常寬敞的交易町 還配有了非常舒適的共享辦公空間 那買房子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附近的機能啦 我們現在要去community center的路上 剛好看到了這個 他們現在呢有一個renewal的project 就是一個擴建的計畫 那之後的community center會超級大耶 然後呢 等一下走過去大概就五分鐘左右就到了 好吧 我們現在走到了活動中心了 超級快耶 然後我覺得就是家裡附近有個公園真的是很不錯 然後活動中心裡面又有一些課可以上 就是什麼健身課啊 然後家裡有小朋友的話呢 就可以報名一些舞蹈之類的 就在這裡 喔裡面在幹嘛 喔這是那個夏天的曲棍球 叫什麼名字 La Crosse 嘿嘿我還記得是吧是吧 因為公民考試又考 然後呢Oak Park其實還蠻熱鬧的耶 就是它有水上樂園 其實現在才17度耶 不覺得它很冷嗎 還是你要去玩一下 我現在是有看到一兩個小朋友在玩耶 好強喔 走路15分鐘的距離還有一家咖啡廳 叫做GG Berlin Cafe 評價還不錯 然後我們現在呢要再去這附近呢 就是也是昨天查到的一個博物館 那這博物館呢它是以前一個作家的家 然後它現在是可以開放參觀的 在64街上面 走吧 我們去看一下長怎樣 那我們來到了這邊 才發現它其實不是一個博物館 它就是一個會辦很多活動 就是跟文學有關 然後或者是那種學校參訪的一個空間 1912年嘛就有的一個建築物 那我覺得在這個住宅區裡面有一個 這樣的空間還蠻特別的耶 然後它裡面呢還有以前的作家在裡面 看板啦 然後它是一個日裔加拿大人作家 以前的房子 前面還有一個小書店 喔這樣子開 溫哥瓦還蠻多就是在街上呢 有一些街邊呢會有這種小書店 就是你可以借書然後分享你的書 對啊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了這一條是Grand Road 就是從剛剛那個房子那邊呢 走到這裡大概10到15分鐘 很多餐廳然後有一些咖啡廳 這邊還有超市 所以你就是如果從房子那邊走過來呢 就是可以散步啊然後又可以吃東西 而且真的是蠻多餐廳的 就是之前我們有吃一家王祭還蠻好吃的 這條街有珠寶店、骨科牙醫中醫、壽司、佛、冰店、海鮮酒家、泰式餐廳、牛肉麵、鳳鳴燒辣、珍珠奶茶、珍珠小館、好吃的餅 然後這邊還有Safway 那這間Safway看起來超大間的 這一條街真的很方便的就是 有超市 然後還有圖書館 還有很多餐廳 越走越餓 來吃塊餅吧 這看起來好好吃喔 我要進去了 登登 買了 太餓了 好久了 其實這樣走路也是蠻累的 等一下還要吃晚餐 好啦 今天就是我的愛店Cafe de Orange 然後走路過來要20 但開車只要5分鐘 這家很好吃 它是一間日式洋食 那我們就進去吃啦 就是一定要吃他們家的明太子義大利麵 就是有一個叫做Masago的 Hayashi rice也很好吃 就是牛肉燴飯 就是日式牛肉燴飯 配那個像豬排、雞排都有 或是炸蝦 然後他家的甜點也很好吃 這裡 這個甜點超多的 然後我們剛剛點了他的這個Sweet Potato 番薯 Cheese Cake 真的沒有吃過 我們之前吃過他的抹茶 很好吃 我們還吃過焗烤 對對對焗烤的也好吃 對對對焗烤的也好吃 然後你也可以點一些他的小菜 像是有一些炸雞還有炸章魚之類的 這是我點的明太子義大利麵 而且呢 除了明太子還有章魚耶 還有蘆筍 很好吃 而且我覺得他份量很夠 你看這上面 還有這個 做點的好鴨魚 然後我是配雞排 炸雞排 你看這個醬 就我兩個都想吃啊 沒有我們一起吃 一人吃一半 好鴨魚是 洋蔥蘑菇加牛肉 的一個組合 所以我覺得他超香的 很好吃 我們的番薯 Cheese Cake 很濃耶 你再多吃幾口就吃得出來 是番薯 真的很好吃耶 我要整個吃完 今天我們的結尾來到了Olet 很久沒有來逛了 那這邊Olet呢 就是機場這附近 離Frank 就只要大概十分鐘 八到十分鐘的距離 就開車非常的近 對 那今天也可以趁這個機會 就是探索一下 Marple這周邊的這個社區 我覺得也還蠻好玩的耶 就很久之前我們有拍過類似的 但是就拍過一集而已吧 好 那如果大家呢 有興趣對Frank的預送物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到他們的官網上去登記 那你就可以到展示廳先去看看 未來Frank會長怎麼樣 好 那我要去逛街啦 就剛好趁這個機會可以去逛一下 那就這樣啦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